来看一下谁还能分清西诺宁和炎阳的区别呀 来看一下西诺宁的建模和大世界啊 首先建模方面 这个脸模确实精进了不少 比如说这个眼妆和眼线的渐变 其次建模里最让我在意的点是 西诺宁应该是目前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 把尾巴根部完全展示出来的建模 嗯 我喜欢 然后再看动作模组 跟马拉尼一样 他人都有着完全不同的两套动作 正常状态下 西诺宁的动作分为三段普攻和一段重击 而当他处在夜魂状态下时 普攻就会变为四段 同时还会脱掉外套 且攻击方式也从挥剑变成了踢腿 跳跃和落地也变得更加丝滑 同时夜魂状态下的西诺宁 可以在陆地上进行快速划行 在墙壁上也可以 按跳跃键还会变成豹子 突进一段距离 而当停下来的时候就会 最后就是西诺宁的大世界探索能力 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的话 那就是丝滑 就比如说很多容易卡脚的地方 用西诺宁就可以轻松滑过 那 来吧 来吧